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即是善 人之之 欲失眠 这个道人善 即是善 当大家听到很多善人的行词 善人的风范 每一个人心中都会生起这种效法之心 是绝对会这样 因为人之初五 性本善 我相信在这几天当中 一定有人已经做到欲失眠 已经学到了 一定有 从诸位朋友的脸上就看得出来 有法喜 这个法喜绝对不是念经念出来 而是有落实在生活之中 所以这个道人善很好 因为会让更多的人得利益 所以现在 这个卢叔叔的名字 已经到全中国去了 所以这也是我落实地之规的结果 叫道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 欲失眠 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用心 去把这些好的风范 记在脑子里 随时都可以告诉别人 让他们都可以得到一个效法的对象 甚至于从中找到一些很好的方法 好 洋人恶 急是恶 急之甚 祸且做 当我们去宣扬别人的过失 对方假如知道了 可能会非常难受 所谓背后之意 背后的议论 说他的是非 受汉者 藏若刻骨 你批评他这些不好的言语 在他的心中就好像什么 磕入骨头里面去 时时想着什么 报复你 这都是在意气 用事的 所以这样不可取 所以不要去洋人恶 可能会树立 敌人 所以十个朋友 不嫌多 一个敌人 可以给你烦死 所以我们存心仁厚 不与人起冲突 那当 假如 别人有善 我们都不撑养 别人也有一点小恶 马上就倒出船 这样不止 折损了自己的福分 更大的罪过 它是影响了团体跟社会的风气 你看 假如每一个人都不讲人家的善 都只宣扬人家的恶 那将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人与人将会纷争不断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都是在影响整体社会的风气 所以这个罪过 不单是个人 还可能跟整个社会结罪 所以言语 不可不胜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善相劝 我们之前课程也提到 善 必须先分辨 真善 假善 是善 非善 还有很多的判断 在了凡 视讯这一本书 当你判断正确 才能够去劝 不然 到时候是非都没分清楚 那就不见得 是利益到他人 那古代人 面对别人的善的劝告 或者是听到善的言语行为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受呢 孔子赞叹颜渊 得一善 则全全服音 而服务师之也 就是颜渊只要听到一个善 但是马上 马上时时刻刻放在心中 一定要去落实 所以只要提到贤德 孔子都会直接说到 有言渊者好学 对于言渊这个学生 夫子非常欢喜 也因为他的学习 非常扎实 只要老师说过的话 说过的善 他都会 时时刻刻 不忘去实践 好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 学习善的态度 自然就能够得而接见 在古代 所有当官的 我们都称他是 父母官 为什么叫父母官 因为比方说一个县令 他与整个人民 相处得很密切 而且整个县的教育方针 教育内容 都是由县长在负责 所以他也有责任 把他这一县的人民 教育好 所以能够爱民 主子的这种态度 所以也称为父母官 那当然 这一些地方领导人 他也有要落实 善相劝 得而接见 让整个社会风气 能够越来越好 那我们现在当官的 有没有这个态度 还是有啦 我们要饮饿 但是啊 为什么比例啊 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啊 我们错了 我们也没有把地质规 跟他们讲 现在又功利主义这么自胜 所以重力轻易 只要呢 他能够啊 有这个机缘 看到这个地质规 应该会唤醒 他那种围观的责任心 好 那在隋朝时代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心公义 这个信呢 比较少 各位朋友 这个父亲取的名字 好不好 他取这个名字啊 他 他儿子绝对不可能 做奸犯科 因为每天人家都喊他 公义啊 那他一定全身都是浩然争气 好 所以我爸爸给我取这个名字啊 我不得不有礼貌 所以当他到了这个闽州一带 这个闽州是现在的甘肃 在闽州当赤史 刚好当地啊 有一个风暑 就是只要家里面啊 有人染上疫病 就把他抛弃 让他自身自灭 他去以后啊 觉得太严重了 这个是孝根意啊 全上啊 所以他就主动啊 把这一些丢在路旁的 这一些生病的人啊 通通啊 把他接到 他的衙门啊 来照顾 也找了很多医生啊 来治疗 等到这些病人啊 恢复健康了 就赶快啊 请他的家人 来接回去 接的时候呢 又跟他说 我跟你爸爸都相处这么久了 你看我也没病 那这一些为人子女的 就会觉得啊 很惭愧啊 都是以德啊 来唤醒这些 臣民 这些人民的惭愧心 就赶快啊 把家人啊 接回去奉样 把这个没有效益的风气啊 整个扭转过来 所以当地的人啊 都称他为慈母 把他当母亲一样啊 看待 好 这个慈母啊 不只挽救了他亲人的健康 还挽救了什么 每一个人的良心 人的良心上了 纵使还有命在 也是行尸走漏 所以古代的人啊 宁可死啊 也不愿意违背道义 我们在这几天的课程 也举了不少例子 像之前也举到 一个孩子叫鱼滚 不愿意抛弃他的哥哥 所以自己留下来啊 所有的村落的人都离开了 他独自啊 照顾哥哥 所以吉人 天相啊 后来 哥哥还身体好了 这个确实是 今成所致啊 今时为开 好 所以善相劝才能得皆见 过不归 到两窥 假如该归劝的时候 不归劝啊 那我们就失去啊 比方说当朋友 或者当先生 或者当儿子的本分啊 就没有尽到 所以这个核实规劝 我们也要抓对实际 还要有正确的方式态度 这个我们之前也已经很深度啊 来研究过 在这里啊 我就不再多说 那当我们都可以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诗 切莫说 这样就能 形成一个很 祥和的 风气 又能道人善 吉事善 人之之欲失眠 所以一个团体啊 假如能够非常的和睦和谐 这个团体一定会非常兴旺 所以我们处众当中 必要以和为贵 然后在该归劝的时候 再抓住机会 要扬善于公堂 归过于失事 也要顾及他人的面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经文 一起把它读一遍 贵分小 语宜多 取宜少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数 恩欲报 怨欲望 抱怨短 报恩长 凡取宇 贵分小 这个取宇 就是我们比方说 家里家族在分东西 我们也要视情况而定 当对方比较困难 我们应该多给自己少拿 当能有这种礼让的态度出来 家庭的风气 就会处处体谅 处处相让 而不会处处相争 当家庭有这个和气 确实 整个家族都会兴旺 但是只要染上争夺 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 居家 借真诵 假如因为分不平 到时候告上 法院 可能都不会有好的结局 甚至于会有坏的榜样 留给子孙 到时候 仲有家财外贯 也会败上 败上掉了 好 所以尽量 能够让 我们就去让 所以周朝 也因为 这个泰伯 跟仲庸 把这个天下怎么样 让给了弟弟 让给了自己的侄子 也能够照了他们周朝 八百年的盛事 也能够让全国人民 起而效法 效涕的精神 其实人都很怕让 觉得让了以后 自己就怎么样 没了 人不能只看眼前 当你一让 成全了德行 成全了家庭的和睦 而这一让 也积累了自己的福分 当你有这么多的福分 自然 在往后 就会有所 回报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这是更古 不变的道理 所以人 不能随顺 烦恼 对应事情 不能随顺 自己的习性 要随顺天理 随顺 人心 去做 好 所以 凡取雨 贵分小 雨宜多 取宜少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数 就是 当我们不愿意 别人批评我们 别人 侮辱我们 或者 别人伤害我们 我们都不愿意 别人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同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也不应该去伤害 不应该去 批评 不应该去 指责 他人 用这一份心 去体谅别人 乾隆皇帝 有一个 年币 里面提到 愿天下 翁姑 舍三分 爱女之情 而爱惜 望世间 人子 以七分 顺七 之意 而顺亲 这一句对脸 也很有人生的 哲理 给我们 很大的 省思 我们看第一句 怨天下 翁姑是指 公公婆婆 因为千古有一个 比较难 解开的 矛盾 叫婆媳 婆媳之真 因为没有读过地质规 江家人 先问及 因为媳妇也是别人的 女儿 所以 可以用三分爱女儿的 这种情 对媳妇 相信 绝对不会跟媳妇 有冲突 其实 人真的是很奇怪 比方说 这个妈妈 很气她先生 很懒惰 都不做家事 也不帮忙 她生不生气 她很气 但是 她也跟她儿子说 你只要把书念好就好了 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 她还在养出一个 会让另外一个女人 气死的男人 有没有 江家人 先问及 那很多人 为什么对媳妇比较严苛 因为她也是熬过来的 可能这个婆婆也对她不好 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 所以我们曾经穷过 应该看到穷人要 倍加的什么 关怀才对 好 再来 望世间人子 以七分 顺七之意 而顺亲 所以一般 有一些男生 娶了老婆以后 谁说的话算 所以这个态度 有待 商榷 因为 太亲了以后 就会意气 用事 对于 她的做法 利弊得失 很可能都看不清楚 假如听了老婆的话 疏远了父母 她的败相 已漏 因为她的孩子必然怎么样 学不到 笑到 那她这一生再怎么努力 到最后可能是白忙 一场 所以不要用感情 来经营人生 往往都会太偏颇 要用什么 理智来对应 现在呢 又常常说 什么IQ 什么EQ 什么CQ 还有HQ 这个外国的东西 它就是把简单的东西 怎么样 它不复杂 它没有版权可以拿 所以其实很多的道理 只有一个 讲成很多个 我们都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抓回来 什么是EQ 那个Daniel Goldman 写的EQ 什么是EQ 情商 IQ叫什么 智商 这两个怎么分 会讲甜言蜜语 叫情商 是不是 那什么叫智商 智力很好 叫智商 那这两个东西 是两个吗 比方说有一个男的 我很理智 我要努力赚钱 所以没什么时间 陪儿子 我要睡在公司 有没有理智 有没有 拍着胸脯啊 我是要为了家庭打拼啊 好像听起来很有理智 这哪是理智 理智应该是可以啊 让人生全面发展 你说这个人感情很丰富 疼爱子疼得要命 什么事都不让儿子做 这样叫情商吗 爱之啊 足以害之啊 你的情当中没有智啊 那叫烂情啊 你的智当中没有智啊 那叫什么 他叫薄情啊 很多企业家事业做得很大 妻子儿女去哪儿啊 连妻子跟他say bye bye 他都搞不清楚 妻子为什么走 有没有这种人 因为妻子觉得跟他讲 讲不通 所以什么是情 什么是智 有真情者 必有真智 有真智者 必有真情 情智不恶 才是真情真智 所以明明是一个真实的真心 把它讲的那么多 让我们都不知道 往哪一条线拉上去 所以卢叔叔 他每一个礼拜 再怎么忙 他都坚持礼拜天 一定陪家里的人吃饭 请问是情商还是智商 对嘛 因为对妻子儿女有真感情 有真理智 他才能够排除万难 来经营他的家庭 来经营他的家庭 所以 我们学习圣贤的这一些道理 这一些做人的态度 才叫真情真意 真智来过一生 好 诸位朋友 你觉得我情商好 还是智商好 好 所以我们不要再 还是依法 不依人 好好的跟着地址 跟着世书 学习 不要再钻到这一些 专有名词去 会跳不出来 好 所以 江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素矣 有这一份理智 去体谅别人的感受 就不会啊 强加于人 好 我们看下一句 恩欲报 叫愿欲望 这个恩欲报 其实啊 当一个人 能念念不忘恩德 不忘父母 不忘师长 不忘众人 对他的恩德 他的精神生活 一定怎么样 非常充实 所以一个人 幸福的根基啊 就在 爱与感恩 之中 当他懂得爱 懂得付出 他会体认到自己的价值 施比受啊 更有福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做义工的人 每天都怎么样 满面笑容 你看我们许泽居士 已经106岁了 我曾经啊 见过他本人 在高雄的时候 他笑起来啊 真的跟婴儿啊 没什么两样 真是一片赤子之心 好 所以 这个江家人 恩欲报 怨欲忘 所以他 死死啊 想着 可以帮助别人 这是活在啊 爱人的世界里 那当一个人 能处处念恩 他就活在啊 报恩的 这种 心境之中 那当人在报恩的时候啊 他的内心啊 会觉得 非常 充实 非常充实 像 我这一年多来啊 一年多来 也 走了这么多地方啊 终于啊 也有一点欣慰 觉得啊 自己这一生啊 很幸运 能够啊 跟着杨老师 跟着卢叔叔 跟着 我的师长 跟着 古圣先贤的教诲啊 我是很幸运的人 所以也希望啊 做一点事啊 能够啊 让他们 让他们 欢喜 所以 这一年多来啊 虽然 看起来啊 很忙碌 但是整个精神状况啊 反而是 越来 越好 所以活在感恩当中啊 确实 不一样 当回首 来时路啊 觉得呢 还有这么一点啊 充实的 感觉 我记得啊 杨老师啊 有一次呢 包了一个小红包给我 上面写着啊 蔡老师 你辛苦了 我看了以后啊 当场怎么样 眼泪都掉下来 因为啊 这一生啊 能够有这么幸运啊 能够走向中国文化的推广 这一条路啊 也是杨老师啊 成就的 而在这一路上啊 虽然他没有啊 在我的身旁啊 但是啊 都是点点滴滴啊 给我提膝照顾 假如没有杨老师啊 狠心呢 把我放在海口 我就没有这种 历练的什么 机会 而且啊 因为老师已经以啊 这个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 所以很多事情啊 都是他运筹 为傲 把很多的 这个 前期发展的 这个愿景啊 都规划好 我啊 只是做一个 教学的 工作而已 而往后的这个 安排啊 杨老师也是处处啊 替我们这些 晚辈 着想 好 所以 我们能够啊 就是 跟随这一些 善知识学习 这些恩德啊 要念念 不忘了 那回报这一些 长者最好的方式 是什么 依教啊 奉行 所以呢 这个 我送 鲁叔叔礼物啊 他可能也不缺 最重要的 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些晚辈啊 能够听从他的教诲 去立身 行道 将是带给他 最大的 安慰 所以我们要 时时啊 念 父母 之恩 时时念啊 师长 之恩 时时要念啊 几千年来 我们的 圣贤 之恩 所以 每一次啊 我在看德育故事啊 都 看到啊 哭得 止不下来 就好像啊 这一位 圣泽人啊 把我的星光啊 怎么样 点亮了 那一天我在看着 祖 替 带着 他所有的这些青党啊 一起去避难 几百个人啊 他都照顾 然后啊 自己都是 徒步 在走 这些车马 通通都让给他人 做到啊 让他 乡里这些长者啊 都说 我们虽然年纪这么大了 但是呢 在晚年 还可以遇到他 遇到这个 在世 父母啊 死都 无憾 我看到这里啊 相当感动 相当感动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爱啊 就是 关怀啊 当我们肯啊 追随这些圣泽人 相信啊 也会演出啊 像主替啊 这样的什么 好戏 所以圣泽人点亮我们的星光啊 我们一定要啊 要企而啊 效法 他们 好 所以恩 欲报 怨 欲望 人与人啊 难免啊 会发生 冲突 但是我们之前 也有说到 可怜之人啊 必有 可 可 可恶之人啊 必有可怜之处 他也是啊 没学过做人 才会啊 跟我们发生 冲突 那还是要先啊 反省 自己 假如自己没有错啊 要进一步包容 别人 那你总不能 把别人的过失啊 放在自己 心上 那是把别人最肮脏的东西 放在什么 自己最 清澈的心灵 那是很傻的事 所以 当我们肯 原谅别人啊 其实就是什么 原谅了自己 当你把别人的过失 每天都放在心上啊 那可 不好受 所以 要能够啊 不念 旧恶 不争 恶人 对于 已经啊 发生的 这些 冲突啊 我们不要 放在 心上 因为啊 当你把这个愿啊 放在心上 对方 能不能感觉到 能不能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看 但 当你有怨气的时候 会不会表现在眼睛 表情 一定会的啦 沉于中啊 行于外 那心不沉 当然 也会表现在 外在 所以 当这个愿 你放不下 两个人的关系 一定会 越来 越疏远 这样啊 也不好 毕竟啊 可能要 朝夕相处 或者是啊 常常在公司里嘛 都还要相见 所以当两个人 不能彼此接纳 很可能又要影响一个家 影响一个团体的和谐 那又何苦啊 来在呢 所以我有一个长辈啊 因为他很有才华 所以啊 公司里面啊 很多的事啊 都会拜托他做 那因为表现的特别好 很多的 这些奖 奖励啊 都到他身上来 就会造成 其他 这些同事的什么 忌妒 那我这一位长辈就说 给人家忌妒是光荣的 因为啊 有本事才会被人家忌妒 所以呢 不需要申请 那接着他 又说道 他说有一个朋友啊 就是批评他特别严重 但是啊 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后来啊 这个朋友 有一件事啊 没有人要帮他 而刚好我这个长辈 又有这个能力啊 所以就主动啊 去 帮忙他 结果 这个动作一做出来啊 对方怎么样 哇 很惭愧啊 惭愧自己 过去啊 所作所为 后来啊 他们两个啊 他们两个啊 就变成什么 好朋友啊 冤家疑解 不疑解 而且啊 真正交往之后啊 才了解到 一个人啊 常常会批评别人 就是内心怎么样 不平嘛 那他的心为什么会不平 因为啊 可能成长过程 或者现在的家庭 让他的心啊 无法平息嘛 都是内心有很多苦啊 没有好好的 处理掉嘛 所以借由呢 我这个长辈啊 不跟他 一般 近视 又主动啊 帮忙他 这一份情意啊 就化开 这个 瓶颈 进一步啊 又可以啊 在思想 观念当中 引导他 帮助他 所以我们啊 有缘千里啊 来相会 不敢善缘 恶缘啊 只要我们的心 保持平等 保持慈悲啊 相信啊 纵使是 恶缘也会怎么样 转成 善缘 所以要做到 冤亲 平等 真做到冤亲平等 才会让人打从心里什么 佩服嘛 那我们看这句成语 谁排前面啊 冤哦 冤亲平等 所以要 擴宽 心量 恩欲报啊 怨欲望 其实啊 我们很多的执着啊 只要转一个念啊 当场从 执着就变成智慧了 所以人要会转念 所以 我们要啊 感谢 感谢 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磨练了 我们的心智啊 感谢 欺骗我们的人 因为啊 因为他增进了我们的 见识 感谢啊 绊导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 强化了我们的 能力 感谢啊 仪器我们的人 因为他教导我们 应该啊 独立啊 你人生能靠谁 靠到 终老啊 不可能 这个靠啊 不是肉体上的靠啊 一个人啊 要有心智的 成长 你的一生啊 最重要要靠的 是自己的真实 智慧 所以 感谢啊 斥责我们的人 罵我们的人 因为啊 他 增加了我们的定慧 所以 父母教 虚静听 父母择 虚顺尘 这个 不只是父母 所有的人 当他们对我们 斥责的时候 我们都能虚心 席耳 恭听 你在这个当下 道德学问怎么样 都在提升 好 所以当一个人 转一个念啊 所有的烦恼 都可能变成了 智慧 也由于你能转得过来 这些伤害 欺骗 这些啊 绊倒你的人 会突然会 对你怎么样 很惊讶 敬于背后对你很佩服 哇 人的修养可以到这样 你到底跟谁学的 那你地子龟又可以介绍出去的 所以我们要 让圣贤人的脸上 贴精啊 可不能 撑不过去呢 还是跟他一般见识 到最后 对方又说 还说学什么地子龟 那就麻烦了 好 所以愿欲望 抱怨短 抱恩长 这个抱怨短 不是真去抱 是把这个怨恨的念头啊 要赶快什么 转过来 那抱恩长 这个长啊 不是时间 是指啊 长长久久 哪有抱父母恩抱得完的 哪有师长恩抱得完的 我们 对于这些恩德啊 都要抱持 鞠躬净粹 死而厚矣 好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突然 放光明 因为我高中啊 就放过两次光明 跟主位讲过了吧 第一次就是听到 范仲淹月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游 后天下之德而乐 突然啊 这个 忽然闪了光明 差不多五到十秒钟 继续呢 又开始昏沉 因为我对文言文都没开窍 又在读初诗表的时候 突然看到孔明那句 鞠躬尽瘦 鞠躬尽瘦 死而厚矣 突然又放了光明 但是光明要能够持续才行 所以遇到圣教啊 遇到圣教啊 不要再当面 错过 我可不再错过 错过啊 很难受啊 一绕回来 十多年 虽然那时候才十几岁啊 但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啊 还会畏负心慈啊 强说丑 还会抓一大堆很痛苦的干手 因为啊不明理 不明理 所以唱着那些情歌啊 也唱着痛苦万分 没人指导啊 把这么好的青春啊 都浪费掉 所以啊 人都有姻缘啊 跟这些圣者人啊 也是很深的缘 所以我就跟朋友讲啊 所以假如有前世啊 我一定啊 是帮孔明端饭的那个士兵 因为看到丞相越吃越少 所以就特别啊 心痛啊 因为我在看三国演义啊 看到孔明在那里笔都拿不稳 士兵端饭给他吃啊 他都不吃 我看到那一幕啊 痛哭啊 流涕啊 所以圣者人啊 用他的真诚啊 演出这些好戏啊 我们一定啊 好好跟他们效法 所以 报恩场 因为啊 就是有这一些恩德 才能够啊 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啊 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啊 走向这么样美好的方向 所以 只要没有他们 就没有什么 我们 所以抱持着这样的态度 我们会尽心尽力 尽我们的本分 让这些啊 让这些啊 对我们有恩之人 都能欢喜 看到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人生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唸下一句经文 唸 身贵端 虽贵端 辞而宽 是福人 心不然 理福人 方无言 戴壁谱 身贵端 这个壁谱啊 我们让他广泛解释 比方我们家里啊 请的这一些员工 都算是 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当然 他们是用他们的劳力 付出 我们也应该啊 同样尊重他们的付出 所以当家里有请 仆人啊 也应该啊 教育孩子 对这一些仆人 也要当 长辈 看胎 不可以从小啊 就让孩子 看人怎么样 大小眼 那他的这种平等心啊 这种恭敬心 就怎么样 就见不起来了 所以要谨慎 纵使是开车的司机啊 孩子也要称他什么 叔叔 勃勃 不失恭敬 那能够在一个家庭当中啊 都是难得的缘分 我们都应该啊 多多体谅 互相照顾 比方说 这个大年 要过年啊 大部分这些媳妇啊 也会回来 媳妇儿子啊 孙子都会回来 那现在因为很多都是职业 对 妇女 所以他平常也怎么样 忙得 不得了啊 所以 已经忙得很累了 结果好不容易过年放假 回来又要怎么样 又要更累 甚至于那个工作量啊 还比平常上班还多 所以 纵使我们是为人 婆婆啊 也要能够体恤到媳妇的什么 辛苦 你不能说她是媳妇就该做 也要视情况啊 而定 现在啊 比方说 这个请人家做个年夜饭啊 也怎么样 很方便啊 假如媳妇确实已经很累了 那去叫个 饭菜啊 一起来围乳 那大家都很轻松 愉快 那媳妇也会觉得 这个婆婆啊 真递她 着想 那你 爱她 她就会 爱你嘛 爱人者啊 人恨爱子 敬人者 人恨敬子 其实人跟人相处融洽 难不难啊 哪有那么复杂 只是我们太专什么 牛角尖嘛 当然 当婆婆啊 做出这些 很体谅 媳妇的事情 那这个媳妇啊 也应该怎么样 嘴巴要甜一点 你走在外面 刚好婆婆也在 你就跟这些亲朋好友说 哎呀我婆婆真好 都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那婆婆听了以后怎么样 很高兴 这个叫好话一句啊 我没讲 大家是好话的话 就会互相 欢喜 互相什么 帮忙嘛 好 那今天的课啊 我们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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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